這次來美國 你在三藩市 你會有什麼活動呢 我會在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演講 主題呢 主題就是香港現時的情況 你會預期現在美國社會公眾輿論 會有什麼反應呢 或者根據你自己跟美國人接觸過之後 你覺得他們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想美國人是很明白 為什麼我們香港會有這些民主的行動 美國人是... 很多人都是去美國 因為美國有這些自由 他們是很理解的 至少我認識那些人 看到那些人是很理解 為什麼香港會有這些process 為什麼我的爸爸會... 就是... 給他全部的東西來撐民主 好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對於你爸爸的案件 你覺得是怎樣 是悲觀還是樂觀 其實... 說樂觀是不對的 因為我都... 三年都沒有見到他 我這三年都不見了 嗯 但是... 我最後都是... 都是偏樂觀的 因為這樣的 現在那個... 之前說的 我爸爸都撐民主撐了三十年 是嗎 整體來說 三十年做的事情都是一樣的 他每年都會去... 民主的抵抗 每個... 六月都會去那個... 天安門的那個... Vidual 他做的事情其實是一樣的 整整天都是peaceful的 是嗎 轉了那樣東西呢 不是他做的事情 純粹是香港的 是香港下了一個國安法 那麼... 現在呢 那個... 香港政府的那個... Decision 就是他想... 即... 呃... 他如果... 繼續... persecure 攻擊我爸爸的話 他很難繼續攻擊我爸爸 嗯... 即我講英文 就是... 如果你是有一個... 如果你是一個... 有制度的地方 那麼我爸爸跟他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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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香港政府想繼續走這條路呢 那麼其實... 對香港來說是很悲觀的 嗯...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會想... 呃... 去香港 去香港投資 在香港做事 嗯... 好了 啊... 作為結論 我希望你呢 就是很簡短的這樣... 嗯... 給一個comment 就是呢 就是針對... 香港政府指控你爸爸 勾結外國勢力 嗯... 我很想你呢 就是用很簡短的說話 來回應香港政府這個指控 即是他relating to他勾結外國勢力這個... 他根據告他就是... 主要都是告他說是勾結外國勢力 OK 這個很容易啦 是不是 是任他說的 就是其實... 嗯... 傳聞都知道啦 是不是香港有多少人有外國勢力呢 嗯... 特別是那些官員啊 那些... 就是有錢的人 是嗎 嗯... 那... 你跟一個... 外國的... 人做朋友 他都可以說 勾結外國勢力 就是... 我爸爸的一個... 那個... 那個... 努力呢 是不是 就是... 想世界看到我們香港 是... 幾想要民主的 嗯... 是嗎 配我們現在啦 我現在... take this interview 是嗎 嗯... 我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 你是外國媒體的 我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 是嗎 這個是... 我們要... 見到的東西就是 現在香港那個... 嗯... 現在香港的制度呢 就是總之政府說什麼呢 他們... 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 是嗎 嗯... 我們兩個講廣東話 但我們在三分之下 我們是不是在勾結外國勢力呢 是嗎 人家看我們是不是在勾結外國勢力呢 這個... 這個是... 啊... 嗯... open to... 以及他們亂講都可以的 我想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就是... 有沒有... 他... 由這三十年來... 走這條路... 嗯... 是不是走給自己... 還是走給香港... 嗯... 我想... 很...很...很... 坦白來講... 如果是走給自己的話... 沒有人會留那麼久的... 嗯... 留那麼久做什麼呢 是不是經常被人... 經常被人罵... 人家又跟著你... 等那些... 總之... 有時候又有時候叫人... 拿個corktown model... 就丟到我們家屋那裏 是嗎 嗯...嗯... 我想... 就是... 在最後是... 我爸爸的行動... 會是他那個... saving grace 好... 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